區塊鏈高風險投資前要先做好研究 大家好我是Way的 今天要來介紹一款可以支持多鏈的GameFi Monsterra 它可以利用BnB Trade、Avalanche、Terra 還有其他的社交媒體進行登錄 遊戲的靈感來自於SE Infinity 部落衝突還有海島奇兵 遊戲中總共有八大核心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利用NFT去玩遊戲 第二個就是DAO 第三個是NFT市場 第四個是小遊戲 第五個是工會 第六個是跨鏈橋 第七個是MazTV 它是類似於Twitch的一個功能 第八個就是MazEvent 項目方會把一些Monsterra的公告公布在這個上面 項目方從2021年的Q3就已經開始在籌備了這款GameFi 沒有因為熊市而放棄 目前都還持續的按照RAW MAP在走 遊戲也開放測試了幾個月 讓大家可以先體驗遊戲的玩法 還有目前項目方做到了什麼進度 預計8月16號就會開始IDO 預計8月25號會正式上線主網 遊戲主幣MST 未來有可能會上到交易所 例如火幣 抹茶 還有OKX 畢竟Monsterra也有跟火幣合作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遊戲畫面 這部影片我將會抽出10個IDO的白名單 還有5個NFT盲盒 如果你持有紅貓還會另外抽出60BUSD 因為Monsterra的IDO總共會分3個平台進行 會有GameFi RedKite 還有Pulse 而我這邊是抽Pulse平台的IDO 所以到時候如果有中獎的話 一定要去正確的平台去購買IDO 那馬上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幫我按讚訂閱 Let's go 首先我們來到官網 Monsterra是一款免費的煉油 正式上主網之後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土地 跟兩個基本的Montgen 而這一些寵物在遊戲中叫做Montgen Montgen總共分成了5個種族 Tectus Mystic Pist Celeste Caos 而這個Celus還有Caos 會在之後做公佈 那每一個種族的技能都是不一樣的 而且他們也分成了5種稀有度 有普通、罕見、稀有、史詩跟傳說 那每一種種族的這個蛋也都造型都長的不一樣 像我們先來看這個Tectus 然後Mystic Beast 當你擁有這一些Montgen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遊戲中遊玩很多模式 那遊戲中總共有4種不同的戰鬥模式 有冒險模式、BOSS挑戰、前線戰鬥 還有競技場 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喜歡的模式來遊玩 Mastera是雙代幣模型的戀友 MSTR是他們的主幣 他們另外一個MAG是紫幣 待會我們再到白皮書上面看一下經濟模型 還有他們的代幣分配 接著往下來看一下RAW MAP 項目方在很早期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經營了這一款GameFi 直到今年的Q2才開始要準備ID 然後正式上線組網 所以他們其實在牛市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開發這一款遊戲了 直到心愛熊市他們還是持續在進行 6月的時候開啟了冒險模式 7月會開啟前線戰鬥 8到9月開啟BOSS挑戰 9到10月會開啟競技場模式 那在這個開發遊戲的期間 項目方也有跟很多VC合作 目前的話總共是融資到了200萬美金啊 有Hash的 火幣 SHIMA CAPITAL STLAB 還有SALAD 而且他還有其他全球30多家的營銷合作夥伴 這些資訊都有放在他們的medium上面 所以有興趣的可以來這邊看 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 也已經在三個平台中販售過他們的NFT盲盒了 第一個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币安 而币安裡面有一個NFT市場 當時他銷售的時候總共是2萬個NFT盲盒 在10秒鐘內就馬上賣完了 接著第二個平台就是GameFi平台 他在這個平台上面總共賣了600個盲盒 而第三個平台是Metaverse Starter 他這邊總共是賣了300個盲盒 這邊204然後84跟12 而這兩個平台是在1小時內全部賣完的 所以以現在這個狀態你要買盲盒 都基本上已經是二手架了 那接著我們再回官網下面看 他們的團隊 團隊總共是有50名 那這上面就是拍到他們的一些核心人物 YTE影片也有拍到一些成員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吧 目前項目方也有給出測試網的數據 已經有7萬名玩家已經在上面遊玩過了 那他們的社群媒體也是有非常多的關注量 Telegram裡面有20萬個成員 Discord上面有5萬2千個人 推特上面也有10萬個人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白皮書 那我先把這個白皮書翻譯成中文的 左邊這邊會有一些市場的狀況啊 然後還有一些遊戲的介紹 跟裡面遊戲要怎麼玩 還有這邊就是我們要來介紹的代幣經濟模型 那MSTR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直壓投票的作用 是他們的主幣 總共會有1億顆 而MAG的話就是他們的紙幣遊戲幣 他會是無限蒸發的沒有上限 但是因為MAG這個代幣在遊戲中是會一直常被做使用 然後被消耗掉的 所以他就可以來達到一個循環 而MSTR的話裡面總共是有1億顆嘛 那他們是會怎麼分配呢 這邊有一張圖 15%的話會是營銷 20%是團隊 13%是私募 而公售的話只有2% 流動性是10% 生態是15% 直壓是15% 然後遊戲是10% 所以到時候公售的話 我們這樣賣出來其實拋壓也不會太大 那接著我們就直接來進行遊戲實測吧 這個白皮書我就不多講了 首先我們就一樣回到官網 然後這上面會有一個Play Now 點擊下去之後 他就會跳這個測試遊戲給你 然後這個是遊戲畫面嘛 我一開始有說他是一個多鏈的 他有支持BnB chain Avalanche還有Terra 然後還有其他的社交媒體 那平常我們都是使用Metamask 然後用BnB chain Avalanche 所以我就用這一個來做登錄 那一開始的時候你的角色不是長這樣嘛 你一定是左上方是1等 然後你沒有這個Montgen 然後領地也不會那麼大 那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遊戲畫面吧 左邊就是你遊戲的等級還有你的名稱 那這個的話是戰鬥體力 你要到達一定的等級這個地方才會出現 那這個是Montgen在吃的食物 可以用來提升他的等級 他一開始抽到是1等 然後我可以把他升到10等 都是利用這一個食物 然後這一個E就是我現在有一隻Montgen 這一個就是MAG代幣 然後這一個是MSTR代幣 然後右邊這邊有一個每日任務啊 這個每日任務到時候一定是要每天破的 你只要每天破完之後 你就可以獲得2700顆MAG 然後也可以獲得很豐富的經驗 這個經驗值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的等級越高 你才可以去升級這個核心啊 土地核心 你土地核心越高你的血量越多 因為他這一個遊戲就是把你的Montgen去升等 然後把他派去打別人的領地 左下角這邊有一個建造領地 你會獲得一些領地NFT 你就可以在這上面做一個移動 然後看你想要放哪邊 那目前我的領地是已經滿了 只能放32個 然後Action的話就是 目前你的Montgen是在哪邊工作 那目前他是沒有工作的 把他派去農場這邊工作 然後點選他 然後叫他去升這個食物 這邊是可以花MA去做跳過 那我這邊就跳過一次給大家看 就可以馬上獲得這個食物 然後接著我就放50分鐘吧 這一個就是你的背包 背包會顯示到你的Montgen還有你的領地 而這些Montgen還有領地也都是分稀有度嘛 有總共是5個階級 最強的就是這個傳說 然後右下角這邊就是戰鬥 目前的話就是有冒險模式 還有前線戰鬥 那我這邊就直接先按一個battle 然後進入遊戲畫面嘛 我就是可以選擇 我要把Montgen放在哪邊 因為我剛已經把他派去農場產食物了 所以現在就沒有辦法使用 我們先回去 然後讓他加速 然後產完之後他就可以拿來戰鬥 我們一樣來這邊按戰鬥 而這邊的話就是看你現在是想要從哪邊開始攻擊 那因為這個是水姬嘛 所以他的血量是最大 我從旁邊開始打 然後選擇這個deploy 選好之後他就會說 你要花費一個能量去打這個領地 然後你就按fight 他就會開始進入戰鬥 那我們就把他這樣放著 你的那個Montgen就會開始打他的領地 你要在這個時間內打完 不然你就輸了 通常你還會帶一些Montgen 下面還會有一些小寵物啦 那我剛剛沒有加 我覺得這一場會輸啊 因為打的太慢了 然後右上角這邊就是 你現在目前賺到的食物 那剛剛為什麼會看到有一個防禦 你會想說 啊這邊又沒有人會打這一隻Montgen 但其實 他今天是可以做一個防守的 只是他這一個領地是沒有放他們的Montgen 所以就不會被打 OK 因為我們三分鐘內沒有把其他的領地全部都打爆 所以我們這樣就輸了 然後我們回到首頁 左上角這一邊有一個DAL還有Marketplace 然後我們先按DAL 然後他會跳到一個頁面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頁面 上方這邊就是目前總值壓的MSTR 還有總值壓的MAG 左邊這邊就是你目前有的B 那我們在遊戲中賺到的 都會先放在左邊的值壓 如果你想要領出來的時候 你就按這個onstack 然後選擇 目前我有1.77嘛 那我就領出1千 1千顆 按onstack 輸入confirm 然後他這邊下方就會開始審核 那前幾天我已經有試過了 如果我審核成功 他這邊就會說可以領取 然後我領取之後按這個claim 你要付一些gas fee 他就會把這個 像我這個是出金10顆MSTR 他就會傳送給你 下面這個就是2000 AMG 那我已經有領過了 所以目前我的錢包可以看到 有2000顆MAG 上方這邊還會有邀請碼機制 那到時候我會把我的邀請碼放在下面 那這一個是測試的 所以應該也跟正式無關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我不知道到時候正式版會不會有 那目前的話 測試版你只要每天早上8點 你都可以來這邊領取一次水龍頭 那我這邊按claim 領取完之後 他會寄到你遊戲裡面的信箱 我們等一下 好這個寄來了 然後你就可以獲得這個水龍頭 所以其實他這個還蠻及時的 你在這邊馬上領 遊戲就馬上可以收到 接著我們看一下他的NFT市場 NFT市場應該就不用太過於介紹 左邊就是一個過濾 讓你可以選擇你想要什麼 那目前的話只有這三個種族 然後五個稀有度 然後上面就是看你要去買哪一種領地 目前的話工會還有跨鏈橋都還不行用 然後他這個小遊戲的話 我就不太知道了 他可能每一個月或每一個禮拜 都會有一個活動吧 那整體遊戲介紹大概是這樣 這款GameFi五月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在關注了 那時候人大概也是十幾萬吧 到現在八月已經有二十萬個人了 目前很多GameFi都是迅速開發迅速離場 最常看到的就是網頁點一點 花的時間不用太多就可以賺錢的 很少再出現像是Acy Infinity類似風格的戰略型遊戲 這款也是可以免費賺錢的 所以可能會吸引到一波喜歡戰略型遊戲的人加入 玩法的風格也非常的多變 提升你的Montgen去攻打別人的領地來獲得勝利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